那个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他营养称话就是零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三更华财务开箱 今天讲什么呢 讲讲上市公司 康德新公司退市以后 我们小股东怎么办 最近呢 大家看到 情报官部门宣布 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康德新 因为会计造假 要求退市 那么康德新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康德新是一家做新材料的企业 当时呢 在2002年的时候 这家公司就成立了 创业股东 很厉害 叫中越 那么这家公司呢 2002年成立以后呢 做什么呢 做玉图木材料 也是做化学的一些材料 那么经过8年的莫怕滚打 这家公司呢 销售收入5亿 净利润7千万 这符合我们上市的要求 一条路 公司上市了 上市了50年以后呢 销售收入从5个亿 怕资本到50多个亿 到了2017年呢 告诉大家 我达到了七十几个亿 我们的利润呢 从原来的七千万 最后达到十个亿 到了2018年的时候 达到了24亿的净利润 所以呢 这家康德星公司呢 被认为这是一批败辣 资本市场啊 给他的估值达到了九百多亿 将近一千亿 创始人中越 被大家号称为 材料界里面的论证费 他身价也不费 达到了一百六十亿 富布斯杂事排行榜 第211位 那么这个事情呢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由于他要去研发很多新材料 所以他当时发赛呢 发了多少呢 一共发了四四五亿的 中期票据 那么发赛大家 中期票据三年啊 那么2015年就开始发赛了 到了2018年呢 15亿的债券到期了 那么15亿的债券到期呢 那些买债券的呢 还是心安理的 你一定会给我还本不息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啊 什么当时康德星 这家公司呢 涨上了银行成块有多少呢 一百二十二亿 一百二十二亿来还 这个十五亿的债券 应该来讲 这是小菜一碟的事情 结果 不要说十五亿的还本 他连十五亿的利息都付不出来 这个一查呢 银行成块哪有一百二十二亿呢 他银行成块就是零 这下呢 惊动了我们的监管部门 这个监管部门 立马进行立案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发现这家康德星公司呢 2018年不仅没有利润二十四亿 而且还亏损了二十三个亿 结果倒查下来 利润造假一百一十五亿 资金造假有一百二十多亿 被我们称为 史上A股造假最大的一家企 那么根据查识的结果 监管部门认为 你触犯了两条退市底线 第一条 我们证券法规定 如果这家公司连续四年亏损 要求退市 那么我们经过倒查下来 发现他从2015 161718四年连续亏损 所以这一条要求他退市 第二条 在2017年2018年 这家公司被会计事务所连续两年出去 无法表示意见的申请报告 这又触动了第二条底线 它两条底线同时触动 所以退市就是必定制度了 公司退市了 我们还有十三万外部股东怎么办 那么告诉大家 新的证券法 对我们小股民的保护 这个力度也在加强 通过了什么 代理人制度 就是说 如果这家公司退市 并不代表着这家公司彻底清算 这家公司还在 只不过转到另外一半 我们把它叫垃圾版 当然大股东呢 还是有一定的资产在那边 如果你买股票 这个小股东 是通过虚假信息 股票到26块钱 你买进去了 当我们建华部门 在警示大家 这家公司立案了 造假了 公司股票下跌的时候 你把它抛出来 这个中间的差额 告诉大家 如果通过法律途径 你是可以把它赎赔回来的 那么有时候说 哎呀 那么现在大股东终于被刑拘了 而且他的财产有限 他万一赔不出怎么办 那么告诉大家 这家会计公司造假 不仅仅他一个人造得出的 他122亿的银行存款 是历史在会计报表上的 而这个会计报表呢 是经过中介机构审计的 你这家中介机构 在审核122亿银行存款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你当时就应该发一个什么 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或说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如果当时发布意见 认为这家公司确实有120亿银行存款的话 那么这家会计事物所 也应该承担电台责任 还有一部分中研投资者 他是无法拿回自己的投资损失 哪一类投资者呢 这就告诉大家 当时来讲我们监管部门警示他家立案了 这家公司有造价的嫌疑 监管部门要进入深入调查 这时候股价应声而落 股价价格非常低 这时候有部分投资者抱着侥幸的心 哦 现在超低的时候来了 股价这么低 如果他查识下来没有这个问题 股价一定会反弹 所以来了一帮 我们赶死队 啪 冲进去了 那么对这些明知这个上市公司在造假 明知监管部门已经立案的情况下 依然冲进去 你的投资损失了 那么告诉你 你的索赔无门 因为我们的监管部门 只保护我们的合理的投资者 而不保护我们那些投机的投资者 那么三哥讲到这里呢 就告诉大家 随着注册市场推广 随着资本工程的完善 我们希望中国资本市场 是一个理性的投资市场 是一个价值的投资市场 那么只有这样 中国资本市场才能走出一条光明之路 今天呢 三哥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一届三连 谢谢大家